这盘棋讲解是建筑佳境 2023年新斯泛奇约战 这是最后一战了 咱们看一下吧 两个老大爷合伙欺负一个小伙子 没想到反被这小伙子给欺负了 目前是4比2 那么看最后一战 能否翻盘还是雪上加双呢 开局时间之路 对兵局双方是湖进马 炮分边以后想出区 对方形成屏风马 虹方呢浸泡过去 黑方先飞向 最终这里来了一个双炮过河 现在打着马 虹方这个嘴被自主不能动 他先飞个向 就可以灵活上马了 那黑方举八心三 你上去无非就是踩对方的马 人家一吃看着 这样是没用 到这的话 那虹方举八心一等一步起 你一吃我一吃 过去牵住你 黑方不着急 足无尽一 找机会要困这个炮 那虹方一看我先打过去 解救他吧 黑方因为这个狙 被弹子炮制住 不舒服 你租冲不起来 所以必须得吃掉它 才能不能租冲起来 到这的话 那正常是要冲掉的 但是简单如果交换的话 虹方是没有嫌疑的 因为之前已经先输了一局了 目前是4比2 他想搬回来 所以的话 他就不愿意或是简单去换子 逃 那你一逃 他一虫拱着马 你还得像 虹方认为可以牵住黑方 但黑方呢 他赶快脱身了 到这虹方不得不吃呀 打着马 吃完之后 人家一吃 吃着冰 你还不能饱 你饱的话 他这个炮啊 牵你三个大子 随时过河居啊 吃马这很危险呀 所以虹方决定啊 把鞠长起来 到这你要吃 我忍了 然后我落个像啊 你再吃我一对鞠 那这个鞠啊 似乎也应该吃一下 马歇进我的话 虹方马上掉鞠过来 黑方暂时攻不动 然后呢 黑方他上马 虹方这冲兵啊 黑方就想把鞠迎过来 上马铺巢啊 但是的话 虹方他用像去飞啊 非常寂静 到这以后呢 暂时还攻不动 黑方为了攻进来 选择了一部腰队 虹方也就简单的吃了 吃掉以后呢 退窝心马 想来一步上马 踩炮 踩足 就想着这个子一换啊 大不了是个河琪嘛 但是黑方这个棋 鞠二进六啊 走着刁钻 他不然你上 红方到这的话 就走着个鞠八瓶九 这招棋呢 打草惊蛇 应该是选择上马踩足 对方如果不是 把足踩掉啊 这个棋完全可战 如果对方敢冲 那就上去啊 将来你不是 这个足还得丢 如果你硬要吃 会怎么样呢 红方此时有一招 平鞠 这一招棋走完之后啊 黑方这个马就危险了 因为你不能动呀 你一动 跳马挂脚越浆 浆死了 你又不能看 那马在这里 你吃的话 你也来不及啊 人家挂脚越浆一吃 叫杀你啊 所以这个棋就叫狮子了 你带着狮子 可能叫输 所以说红方这招棋啊 往右边上 完全可以啊 黑方也不敢太用强 这样的话 他错过了这样一个机会 选择平鞠 直接吃 这不是打草精神吗 他刚好就看住了 那这时候 你想再上啊 你登天还难 如果红方不服 跳啊 黑方马上就可以呢 吃马 虽然你上去啊 可以挂下偷杀 他补个式就行了 现在这个马该如何应付呢 首先你不能看啊 看着他不能踩你 其实一打马之后呀 下一步一踩 瞬间就失责了 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棋 你既然啊 不能去看 推波棋马也是不行的 他一打马之后 你一走开啊 上马也踩狙 杀棋 就算你过来防守 他吃掉中兵呀 现在一防中炮 你就受不了 一打也没用啊 他下一步一样防中炮 这个棋你是没有办法的 到这儿的话 你想去跟他对啊 那这个棋也没有用 他现在这个棋啊 根本就不管你 你还不能吃 吃了姜死 你跟炮的话 这也没用啊 他一退 这儿你不走的话 就抽你拘啊 正常你得落相 落相的话 将来这个棋一将啊 随时就可以把相给破掉 那这个棋用炮打 比较积极 就看你怎么走啊 正常退回的话 他一甩将 拘动不了 也不是把拘打死了 那这个棋啊 你有可能认为 这个马上来挡住 这里的话 就没有这个打死拘棋了 但是到底还是一样的啊 无论你怎么走 他都是打死拘 跑不了的 所以这样的话 将来拘砍马之后 拘破肯定要赢拘双马的 所以这儿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了 很明显这东西啊 不好啊 那这儿你能不能说 选择飞个高相 就不至于说是呀 把相破掉 这个也不行 他直接不向砍了 关键你不能吃炮啊 我朝马杀棋 等你退回啊 想去相聚的时候 他聚可以点三步 你敢吃炮将死 你不吃炮的话 这个棋要怎么下 很痛苦啊 无论你是吃马还怎么样吧 将军之后呀 打一将 最终是把聚丑了 所以套路很深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组棋啊 那确实是没有办法 到这要么就破相 要么就将死了 那么最终的话 他会把锯吃掉啊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就不能这么下 那么可见 这个锯勘也不行 退回也不行 相当痛苦啊 所以红方到这儿 已经是不敢轻举妄动了 那么他选择的招法是 锯九心一 就像拉住黑方 结果黑方就抛一进呀 根本不给你机会啊 红方到这儿 赶快对聚吧 黑方就冲啊 红方就吃 吃完之后的踩掉啊 这边要杀 红方正常应该是马五金三啊 这个棋也是亏 因为黑方可以跳江啊 到这以后呢 如果对调局踩得像啊 这个棋不够赢了 那这儿的话如果不对啊 黑方会进局吃马 红方正常会上啊 然后他可能啊 将来这个下底线 这边利用他 出来的话直接就踩像啊 那么这儿会吃掉 但是红方他始终有这么一招棋 黑方即便把它点到天上啊 这边就不是 那么现在形成这个局面以后呀 他这个棋也比较苦啊 你要是能把对方这个足吃掉 可以下 如果吃不掉的话 这个棋啊 可能还是要输棋 但是的话他这样走 应该是最顽强的招法 平常这个棋 他感觉到这个马上来之后啊 可能也是不利 就想冲一下 他希望你这里吃 他一踩抓着炮啊 即便你挂脚也没骑啊 不掉这个棋 他忽略了人家啊 起去砍马的手段 此招一出呀 就忍输了啊 因为你再走的话呢 将军啊 这儿就得子 所以少一个子 更加合不到了 所以到这以后呀 那么吕欣和鱼华就输了 这盘家 蒋川获胜 最终是6比2 那么2023年的约战啊 到此结束